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抢孩子大战 私自将女儿带出国 微博骂战不断 后来又指控黄毅男友对女儿进行性骚扰 呵呵 有人对孩子性骚扰 作为爸爸不是第一时间去报警 而是发微博 具体资料就不贴了 有兴趣的自己去扒吧 说黄毅育人不输也好 说两人都不是好鸟也罢 一场婚姻走到穷途末路 基本真相法院会调查掌握 具体真相只有当事人清楚 但作为一个男人 一个前夫 能用这种无耻下作的手段 不遗余力的重伤前妻 是不罢休的毁掉孩子妈妈 也是扎出了新境界 网友们纷纷为黄毅悲哀 当年那个在上错花叫嫁对狼里惊艳了一把的姑娘 最终也没嫁对狼 02 在与黄毅清这场撕逼大战中 黄毅开始也没消停 贴照片 发微博 字字血生生累 想黄毅清讨要孩子 也着实流露出一个母亲的无助和艰难 四年下来 明显黄毅是损失更大的一方 民气散尽 无人关注 流量小花后被腾出 奋起直追的影视圈 以为他什么事了 没错 猜了狗屎 当务之急是换鞋 怕的事 换了鞋 狗屎仍阴魂不散 好聚好散 一别两宽这种事 只凭单方面 意愿是没用的 独者小爱 结婚两年多 男方出轨 婆婆推波助澜 指责她不贤惠 才导致儿子在外找女人 忍无可忍之下 小爱在孩子三岁时离婚 为了报复 前夫一家无所不用其极 到小爱单位闹 诋毁她品行不端 要求公司将她开除 到小爱父母家闹 骂他们没家叫 交出不贤良不感恩的女儿 小爱无奈搬家 只想与扎前夫划清界限 可前夫依旧不依不饶 到孩子幼儿园要求提前接走孩子 老师不放 对老师和园长破口大骂 婆婆到幼儿园门口围堵小爱父母 指责他们抢走孙子 害自己家断了香火 心肠歹毒 反复折腾了一年多 看客都看够了 渣男一家细精环 没闹腾够 小爱一家心力交瘁 还有一个读者心心 离婚时考虑自己条件不好 做Sales经常出差 而且收入主要是业绩提成 急不稳定 而前夫是公务员 公婆都是高干 考虑到孩子利益 她强忍不舍将女儿判给前夫 希望能给她更好的经济条件和教育资源 而前夫对她提出离婚耿耿于怀 半年来一直利用孩子抱负 按协商内容 每个周末 心心可以陪女儿两天 并可以接回自己家中住一晚 但每次前夫都各种找岔 要么闭门不开 要么带孩子外出 要么谎称孩子生病 十次有八次不让见 心心不想将关系搞将伤害孩子 每次尽量克制情绪 甚至北宫屈膝求情 让前夫为了孩子的成长考虑 前公婆只高气昂 我们家的孩子我们说了算 有本事你去法院告去 关系我都能摆平 孩子你就是别想见 等以后长大了 她连你是谁都不知道 无数个长夜里 心心哭了又哭 思念女儿的眼泪 不知何时才流到尽头 03 离婚见人品 方间 离婚通常叫打离婚 两口子 一旦闹到要离婚的地步 大多伴随着各种撕扯与死网破 台湾心理学作家赖佩霞曾在演讲中说 不结婚 我不知道自己有多毒 因为亲密关系是一把双刃剑 可以激发出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 也可以照出人性中最阴暗的一面 而不离婚 也不知道一个人能有多恶毒 两个人 曾经那般通体坦诚 赤裸相见 拥有全部秘密 分享所有隐私 而一招反目后 恶毒的一方 便可以直接要害 一见疯猴 他知道哪里是你最脆弱的软肋 于是可以伤人于无形 他明白何处是你最痛楚的逆临 所以能够一针见血 一击致命 在他们心里 没有昔日情分 也不考虑孩子身心 只有人性最良薄的私心 冷酷与觉醒 王妃李亚鹏分手后 仍然全家共同类孩子庆生 依能竟与成庆离婚多年 仍可在对方结婚时送上祝福 现实里 能好和好散 将孩子利益放在首位的夫妻也有 只是太少数 不得不悲观地说 这不是一个贫道德的时代 利益廉耻 良心道义 只是门上的明锁 对君子有用 对小人无效 就如对待出轨 有的女人希望保护家庭与孩子 愿意原谅 男人却毫无悔意变本加厉 就如对待小三 有的妻子希望理性处理保存颜面 小三反而蹬鼻子上脸到打一耙挑叛羞辱 在法律之外 道德之边 有太多深深浅浅的灰色地带 你无法与一个无底线的人谈铁面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这些情感作者 一再在文章中劝女性 婚前擦亮心睁大眼 绝不勉勉强抢凑合结婚 对于性格偏实 人格不见合的人 千万要远离 因为嫁给渣男 代价太大 想起那句话 为什么好人总是斗不过坏人 因为坏人没有底线 但好人有 图源网络 亲爱的陶密们 微信公众号陆续改版 请大家按图片所示 把我们的公众号设为星标就不会错过精彩 内容和活动了桃花物 今日特惠女人的魅霍斯 华春又雅光丝绒拼团价格39.9元识别 进入桃花马上16群服务号 即可参加M作者 李爱玲 情感作家 职场妈妈 一出版你若不伤 爱就无恙 你才是自己的过来人 最新作品集《月女王》 月少女以上是 微博at李爱玲的桃花马 ID Now Woman 2015 往期回顾